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嘉一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十一月底有一次新闻 江苏一位民警在高铁站巡逻时 发现一个女孩独自在广场上哭泣 民警将女孩带回休息室 询问得知女孩因为不爱学习 成绩不好惹母亲生气 母亲一怒之下将她丢在了高铁站 之后民警联系到女孩母亲 又对她进行了一番劝导 李淑彤法语录中有一句话 生喜中误许人物 生怒中误达人书 喜时之言多诗言 目时之言多诗体 不要在最快乐时候做出承诺 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为什么很多人在情绪化的时候 就像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一怒之下做的决定 大多会后悔呢 情绪之下 不只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语言 更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 让我们做出更不理性的决定 想你想对了什么 想错了什么 是一本关于思维逻辑的书 书中提到 你在处理信息时 你的大脑在做什么 思考 储存 记忆 注意 理解 创造 处理问题和学习 都影响着 我们跟他人的互动 也在激励和鼓励着我们 做出日常决定 当人们非常生气时 说出的话 做出的事 往往皆非所愿 我们或许都经历过 这样的时刻 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表现 并不是由于停止了思维活动 而是因为我们在使用一种 与往常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说而为人 每个人都有欢喜 厌恶等一系列情绪反应 有一些事物让我们欢喜 有一些让我们憎恶 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 有怎样的文化背景 所有人都拥有八种基本情绪 喜悦 悲伤 厌恶 恐惧 愤怒 害羞 兴奋 敬畏 情绪不止影响人们的行为 也会左右人们 如何解读他人的话语和行为 焦虑时 我们会进入一种 对挑战相当戒备的情绪状态 这时候的我们 更倾向于把他人的话语 理解成一种潜在的攻击或批评 愤怒时 我们会特别着急 去寻求愤怒的其他来源 愤怒的情绪 启动了思维活动 于是 易怒的状态 影响了人们 对新的信息 或者想法 如何做出反馈 研究表明 情绪 情绪直接左右了 我们的记忆和想象空间 一定有这样的体验 和家人吵架 你想起的 都是之前关系不好的片段 高兴时 你想起的又是一些 和对方 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在一段长期的关系中 我们有无数记忆可以提取 但是大脑 却自动选取了那些 和当下的情绪状态 联系最为紧密的记忆片段 这就说明 情绪体验造就了身体和心理状态 身心状态 为记忆营造了氛围 而记忆又直接影响我们 那一刻的思考方式 以及我们所做出的决策 看过一个博主求助 自己在单身的时候 总会对未来感到巨大的恐惧 害怕一个人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管是一厢情愿 还是两情相悦 他总会在极短的时间 喜欢上其他人 好像必须让自己的情感 有个寄托 才能稍稍安心 结果就是 每一段感情都匆匆开始 匆匆结束 为什么很多人在分手之后 会迅速爱上其他人呢 重要的原因 就是极端的情绪 会对思考过程造成困扰 刚刚经历了失恋的人 一开始会呈现麻木或困惑的状态 他们的大脑正尝试着消化这一改变 接下来 他们要接受丧失的痛苦 这种痛苦中 包含告别的悲伤 对未来的恐惧 甚至还有被抛弃的愤怒 复杂的情绪之下 大脑只能做最简单的思考 此时 能够给他安慰和关心的人 是暂时的依赖 还是有爱情萌发 人们往往是无法倾行理性思考的 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 当学生的状态是放松 并且开心的时候 也是他们思维最清晰的时候 这时候的学习效果也最好 心理学家把这种状态 称为认知放松 一种放松满足 且有能力感的状态 以至于身在此状态中的人们 常常认为自己的思考过程 是直接且毫无困难的 情绪无法消解时 我们给自己最好的支持 就是不要思考任何复杂的问题 只做那些 不会带来任何麻烦的事情 沏杯茶 做一餐饭 收拾旧物 打扫房间 所有这些简单的行动 都会给情绪化的人 带来莫大的帮助 慢慢地 他们可以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无论多么深刻的情绪 终会有冷降下来的那一天 书中提出 有三个照顾自己的方法 会让情绪消散得更快 更平稳 一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从制定规律的睡眠时间开始 为自己建立稳定的睡眠周期 长期坚持 大脑中就会形成一种暗示 生物中会自动提示 我们是时候该休息放松了 如果失眠 也不要想着 我为什么还睡不着 而要告诉自己 睡不着也没关系 至少我的身体在休息 二是锻炼身体 情绪需要释放 运动是最好的释放方式 坚持每周五天 每次三十分钟的有氧运动 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 提高自尊 改善睡眠 改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 运动过后 你会拥有强烈的掌控感 意味着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 应对焦虑 同时 运动还能增加天然止痛剂 内肥胎的分泌 减少压力激素 皮脂醇的分泌 研究表明 即使只是二十分钟的剑步走 也能改善认知功能和情绪状态 三是调整营养 食物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享乐 也是改善情绪的手段 多样化的饮食结构 有助于身体调节激素水平 也能直接影响情绪和能量水平 当你感到焦虑 愤怒的时候 给自己倒一大杯水 同样能让大脑冷静下来 思考贯穿我们的一生 影响着我们做出大大小小的选择 在多重选择的叠加下 塑造了我们的人格 促使我们形成对自我 对他人 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当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 了解自己是怎样思考 如何做决定的 你就能掌控自己的大脑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文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